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话消息 出大事了 中国的法院那是炸了 最新消息来自于这个 首先是地方法院 这个东北沈阳的法院 那是出大问题了 是吧 沦为庞氏骗局 你想堂堂的法院 在中国竟然干起了 这个庞氏骗局的勾当 啥呢 就收押金 收押金 结果这押金还不予返还 押金挪用了 你说中国堂堂法院搞成这么难看 那也是没谁了 那另外一头比这个更严重的 那就是最高法院 基层乱搞 高层也乱搞 中国最高法院刚刚放出一个猛料 就关于整顿啊 这种叫做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 那个最新司法解释 哎呀 这司法解释一出来 我一看不得了了啊 就是关于什么 美容啊 理发店啊 教育培训 不是这个健身房啊 不是很多预售费吗 哎 一刀切下去 将会直接砸爆中国 今年啊 王沪林王总啊 那也是游走在三界 三朝元老啊 游走在各种政治团体当中 那是 那是风生水起 哎呀 但是现在年颇老矣啊 估计也是年纪有点大了 现在玩不动了 王沪林搞经济 确实以前搞搞党呢 搞党建还是比较容易啊 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啊 面对这个搞经济搞不起来啊 惹得习近平现在有有点生气 习近平肯定不会怪自己啊 他一想哎 哎呀 没想到这个这是谁背锅呢 王沪林背锅 哎 是吧 就是当时搞把王沪林安排去干嘛 哎呦 这个搞政协搞经济 哎呦 喂啊 王沪林这么多年啊 金山金枪不倒啊 没想到来到这个包子这一个潮 让他去搞经济彻底砸了啊 彻底砸了啊 搞其他的可以 搞经济确实随上随不行啊 是吧 哎 所以这个王沪林搞砸经济啊 啊 今天股市全线崩盘啊 那我们那个臭灾一些说一下 那还有一个必须得一个报道一下啊 就中国的社保就崩溃了啊 崩溃了啊 中国的社保最新的这个数据颜色去公布出来了啊 这个反应不得了啊 就这个数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出来啊 代表不得了啊 这个这个数据崩溃的多说出来啊 那是吓尿大家哎 这怎么这么个崩溃法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啊 就没有一个国家 你这个社保的缴费率能够崩溃的像中国这样 真的是没有 真没有 我们来详细看看这些新闻 先说法院这一条线啊 法院说说沈阳法院这个简直是惊呆了啊 沈阳法院干嘛呢 就是收取一种叫做什么呢 押金啊 这个沈阳法院这个经济越来越差嘛 就各地反正那个四个名表都是咋 那东北那边我们都知道咯 是吧 沈阳已经算最好的了 我都说东北最好的 已经是应该要讲这个东北那一块最强的一个 这个一个中心的就沈阳了 没啊 就没想到这个沈阳的法院啊 就是网民抱怨 就去沈阳法院就退诉啊 退诉 然后事先缴纳的这个诉讼费押金啊 就不退了啊 就不退了啊 法院竟然是直接回复说区政府没钱了啊 没钱了啊 详细新闻就是个沈阳是叫做浑南区 浑南区啊 就预交的一些诉讼费啊 一般来讲什么呢 几种情况啊 就有的时候就就就立案的时候啊 就立案要要告他 然后后来想着想着哎呀不够了 或者说这个这理顺了 或者说那又是失失了了 就退可以退 这个这一块可以退 还有什么呢 就打一些经济官司 有时候这个标的这个发生的一些变化 哎 这比如有有时候是什么呢 这个房产 房产之前值值100万 现在只值50万了 房产的标的发生了变化 或者说换了一个标的 或者怎么样的 打一些经济官司 那当地法院啊 对于这个打经济官司会收取一定的这个审理费 一般的这开庭费是按照这个民事标的来来到算的这个标的有时候也是很灵活 所以这个当地法院呢 就多算 哎 最近几年就越算越多了 反正在中国这个要要先交钱啊 不交钱没法打官司啊 是吧 中国的法院是是收费啊 还是收费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收费啊 啊 然后现在就有时候就是就这个官司这个退了或者怎么样呢 这个这个钱是可以退的 哎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现在就是这个没钱 而且你说这沈阳区法院怎么回事 他就直接就这样告诉 这有点什么呢 这确实给我看上有点什么意思呢 地方给中央摊牌 哎什么地方给中央摊牌呢 就 我就把这些事情捅出去 我觉得哇这个事情捅出去 嗯 如果是高级别的领导 他一般不会直接这样说 因为高级别领导的他上面肯定会怪罪他的 如果你像这个这个事情 你看现在捅捅到外网去了 哇这个沈阳区的法院不退钱啊 这个没钱给是吧 那个这个对于现在这个维稳啊 是吧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正在圈钱当中 是吧 哎呀这个时候闹出这个事情 对于这个投资者信心啊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啊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就基层哎呀 这个为什么基层有时候就就 把这个事情捅出来生气啊 有时候基层不管那么多窗口的专员 不耐烦不耐烦的干嘛呢 不耐烦的 就不是没钱呢 那告诉你们哎就把这个事 有时候基层的窗口 一个小窗口一个是女的或者 难道说你习近平就把他抓去坐牢啊 不可能吗 就这么有时候就级别低还没事 就就这样的啊 就级别高不能乱说话啊 说说说一句话不得了啊 会会翻车 级别低我买呀 就就说了就说了啊 所以有时候就就把这些事情 那个有有意无意味 还要还说怎么安排出来呢 现在基层向中央摊牌 把这些事情捅出去 搞得你中央难看啊 这个就也有可能啊 这安排一下 这样一个基层的去说啊 就说哎呦谁知道呢 就是中国官场非常复杂 说说不定这个呃 沈阳的法院的院长 还有个自己不好出手 让底下人出手 把这个事情捅出去 说他捅出去 哈哈 说一千到一万 反正这个事情就就爆出来 就显现出来 中国政府这个财政确实困难 法院也砸了呗 现在估计员里面法院时工也欠欠薪呗 也现在待遇消消退了嘛 消退干嘛 消消退现在就就闹出问题来了呗 现在这个谁敢去投资啊 这更可怕是什么 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就今天发了个文啊 这个6月6号发的 今天哎 崭新崭新的 这个为了正确审理预付是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啊 这些也就证明什么 这些就贷款跑路 捐款跑路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了 中国到处都是 所以现在征求意见啊 反正就是要整顿这一块嘛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嘛 然后征求意见截止2024年6月20号 这个解释征求意见搞预付是消费啊 指比如零售啊 一般这个都有可能啊 这个在中国搞预付消费的太多了 为什么哎这个所以也能等一下再详细分析 零售这个卖点东西 他都搞搞个预付是超市都搞充值 充值 餐饮都搞 以前餐饮搞充值干嘛 啊还有一种可能性 餐餐饮充值考虑到什么绑定客户 就让这个客户能够多来吃几遍 有几种做法吗 一般 其实这个里面外面都有这个海外都有 可能有给给你一个优惠券 下次再来就绑定这个客户 啊充值这个东西 对是吧 那那就比较多发于中国 其实啊 在中国这个一般因为餐饮业流水就很大 啊零售呃住宿你看健身 其实就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都在搞这个充值啊 中国现在健身出行出行也搞 那这个政府所有这些交通卡都是充值啊 那如果这样理发美容教育培训等啊消费领域 收取一定的充值 然后给予提供服务兑换商品等等等等 一种交易方式啊 啊首先就这个这个事情捅出来呢 肯就就为要出台这个东西呢 来安排就最高法来安最高法来搞 那就底下有意见啊 底下有反应就肯定是全国各地各个地方 这这个法院啊都都不行哦 我们这这这玩意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判好 搞得多了呢就确实也多 这什么这个健身房跑路的啊 叫培训机构跑路太多了 现在健身房你说不跑路人家都觉得奇怪啊 甚至在中国你你要这健身房可以啊 开开了三年都不跑路了 这这已经人家都哎呦这玩意可以啊 三年没换过老板 或者这这那个卫士科也做健身房 但可能换了老板 人家都惊呆了 在中国现在的剪理发 哇塞这玩意开了这个五年了 哇这是兴趣相当良好 在中国你看就这样 现在中国一个店要是三年五年不不换人 不不倒的 那就是烧了高香了 那那简直是顶呱呱呀 在中国那就良心企业啊 哎呀你跟人家 美国这个人家日本 那就随随便便干几十年 那都是小菜 那都是小菜啊是吧 那就是人家就一个生意好做嘛 那中国为什么就就说了 所以就说回来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各行各业都在搞充斥 这就是中国这个病态的土壤 一个说出来的这个事情 就正常的商业运营是没有办法继续搞 哎说起来这个这个什么台湾的网友 什么海外的网友香港网友 这简直都惊呆了 就是中国就这样 这个玩意儿 贵了不好卖 所以现在这生意没法做 就这样 这之前几天我们讲了什么什么茅台 也在也在跌价 牛肉也在跌价 所以都不好做 高端的搞不起来啊搞不起来 就所以就贵了卖不出去 就只能搞便宜了 便宜一定会引起其他问题什么的 一个点几短间缺量 所以中国的生意就搞不了正常的生意 就变成这样 尤其是细胞的上台以来吧 就越来越明显了 也不是说全部百分百 百分九十九吧 百分百九十九 就是正常做生意没法做 然后便宜了 就只能你说的各种科技与狠活 各种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情 就是这样才能赚钱 然后还有一招 现在好了 这个短筋缺量也不好做 确实消费者也鬼精鬼精 你这玩意儿吃的不好吃 或者是这个中国人很强 现在一吃这玩意也是科技也很活 还是还是原生他一吃吃的出来 这个是吧 现在这些消费者也是嘴雕 就嘴越来越雕了 所以就搞什么呢 搞庞氏骗局 搞庞氏骗局 所以就这个严格执行起来 中国的这个什么PMI 要是执行就不做了 就只能是这样 中国要做只能做庞氏骗局 要不就别做 就大家都别做 所以就有时候就是这么鬼调 中国逻辑就是这么魔鬼化 这个土壤 中国这个土壤 这个我告诉大家 创业的风险非常大 中国是不是 也没有任何破产制度 也没有什么 所以创业风险非常大 所以这是属于什么 一种社会自然的一种再平衡 就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 中国为什么发展出广大广惑的这么多的一个充值 跟中国土壤有关 也跟这个消费不断降级有关 然后这个很多东西就 所以就这么个逻辑 所以说非常鬼调 这个逻辑反正就一种再平衡 这个就没人做生意了 好了 现在真管 往实力管 可以 那就大家都别做了 这生意 那就连做庞氏骗局的那一批都不做 那就变成做庞氏骗局的好歹 把店开起来 把这个理发店 这个通米哥 搞几个椅子 搞得漂漂亮亮的 搞就搞几个再冲卡 天天那个理发店在门口就做体操 对吧 就是起码他做的过程当中 他会拉动这个经济 但是好了 就是既要又要 又要正规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最后一定会把中国中国经济就亡 那会有一个效果 虽然说你说整顿对不对 也对 你可以理解为对 但一个结果 因为中国也也没有这个这个消费力 整顿嫌最后就大家都别做 那就经济会崩溃的更快 有时候这个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自然调节 自然调节 然后好了啊 现在网民也是这么说啊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不也也是诈骗吗 你中国共产党的社保不也是诈骗吗 啊 所以都是诈骗啊 对这个财务造假啊 这个退失了 那个这都诈骗 超长期特别国家也诈骗啊 都诈骗啊 就就这么个情况 总而言之吧 大家做生意就就小心了 千万别做生意啊 啊后面越来越难搞了 因为大家大家都不搞嘛 越不搞就就越衰退了啊 那另外一头就说王沪连哈 王沪连也是炸了啊 哈哈哈 王沪连刚刚今天在北京啊 在北京开会啊 就怎么被细胞子训了一顿了 细胞子训王沪连啊 就是什么 你当时就安排你去搞这个高水平发展啊 中国高质量发展经济 把经济这个锅一甩就什么 之前李克强嘛 是吧 李克强好 哎 现在细胞子 跟着细胞子混最后都得倒霉 你看王沪连的平衡数完了这么多年 他来到细胞子这里 王沪连一样要砸 哈哈哈 就是就是搞经济一样 王沪连就搞经济 好了 今天专门开了个政协会议啊 把什么哎呦 我现在一堆都都是不是个东西 可以这么讲 那个把梁振英啊 这个香港这些赫赫有名的混蛋啊 把他这个拉拉起来开会啊 研究怎么搞经济 搞经济 还把清华大学 这个清华大学这个牌子 基本上就砸在些包子手里了 啊 就因为包子挂了挂了个棉 挂了挂了个 自从一个包子吧 一个包子 还有一个我的印象最深的 就香港那个什么议员啊 和和和议员啊 哎那那玩意啊 那那那个整天放炮的啊 这和什么 就还和什么 到嘴边说不上来啊 这个那那个玩意也热热 当时哎呦我以前因为我也读政法了 挺还挺向往人民大学 这个这个大学 结果结果就就就那个 就给香港那个罪魂的 因为人家人家英国给他除名嘛 除名好中国这个人民大学给给他个博士 哎 所以就唏嘘不已嘛 本来人民大学也还可以就政法这一条线 以前出什么周校正啊 几个都是蛮好的嘛 啊 反正就现在一查不如一查嘛 是吧 这个中国现在 王忽林就还把一个清华大学啊集成电路副院长啊 拉出来溜溜啊 说我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前景和挑战 哎呀 啊 中国芯片哪里有的搞 芯片现在全在台湾在搞 有本是啊 当时像那个什么像那个陈平啊 说这个 把台积电抢过来 你看是抢 一个公开说 这就土匪 这就土匪想的是公开说 你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竟然能够公开 说我们要把台湾台积电抢抢过来 都拍成视频的 你说这什么玩意嘛 啊 中国这些就是这么这么混蛋 啊 就肯定的搞不了嘛 所以今天三大指数 集体暴跌 其实 基本上所有股票现在都在2500 都在2500 表面上哎呀 这个三千年 今天收盘 三千年四十八点 三千年保卫战争在打响嘛 但是 哎呀就 以前议会满都没现在无亲 这么这么恶心 你说无亲把这市场管的 个个都亏钱 今天超过100只股票跌停满 4800只股票下跌 这上证指数跌0.54% 谁炒谁知道现在 现在这玩意 你说什么玩意吗 超过200只个股跌超过9% 这指数 0.50% 就就这样这么搞的 把基本上就把股税就没人玩了 自己玩自己呗 他们 啊 现在现在就一一介不如一介 嘛 也就就就就就就无亲 你说把把这个 最后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就不玩了 你们呢 你们呢 就共产党自己玩自己吧 天天你说不搞了个3000点在那 还不如来的干脆一点 那个跌跌的该跌跌是不是 啊 这个 还可能有有点关注一下 有点晚啊 就就这么搞的 反正反正经济现在从里到外是彻底搞砸了 大家也别做生意了 啊 是吧 这个哦 就又不给搞庞氏骗局 不给搞庞氏骗局就不做了 这生意 啊 搞几个充值 有时候挪用一下这个充值 呃 去去做投资啊 还还可以就哎呀 羊毛粗在猪身上就 有可能玩得过来 玩不玩不过来 就这个就是最后 很多东西就就是搞不定了 你说就很多东西也跟你说 这当时疫情三年 你的细胞只负责了吗 他也没有就 政府不负责 最后让全部就让做生意的负责 这其实是个问题啊 为什么民间会会发展成都都都搞充值嘛 然后都搞跑路嘛 就这个市场不好做 三个突然间就封城了 突然这个就 其实跟政府有关嘛 所以都别做就什么 都别做就就就 就哪里有工作啊 就没工作了呗 啊 所以说回来这个社保啊 所以最后把这个社保的这个数据说出来 吓一下大家 啊 5月31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发布今年1月份到4月份 社保的这个指标 哎 社保指标都是不得了了 其中 职工啊 其他其他都不用看 就看一个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下降了多少 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四 这个职工保险就是那个社保就公社保 那个社保 今年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 怎么理解这个数字 全国的社保都在涨 从来都没有跌过价 就算他他没涨价 没没涨没跌 少了百分之二十四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不交社保 如果在包含因为本来社保也涨价 对吧 那就不止百分之二十四 很可能到百分之三十百分四十 因为就上海 过去的几个月都都涨了几百块 上海北京广州全部都涨了 所以最起码百分之三十人没在交社保 为什么 有主要原因 我看还是失业 因为只要就业现在还是要交的 这个现在都强制要交社保 不然会有很多问题 这这玩意也是政府不直接把所有责任 推给民间 所以这这也是这么个问题 那你说这这就是这个就业是坍塌式的下降 百分之三十人失去了工作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就业岗位少了百分三十 这就现在中国就业的情况在社保 这里反映的一清二楚 啊 所以你说是玩犊子啊 都都别干了 啊 睡到觉呗 先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然后打开 playing 网站 噶 把这种评定